我现在来介绍的是一元二次方程式 那么如果说的话呢 我们要对于一元二次方程式 它的这个情况的话呢 能够比较了解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函数的方式来解释 我们把这个等于0 等于0就是方程式 如果这个等于0拿掉呢 它就是一个抛物线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假设把这个0拿掉的话呢 这个抛物线的话呢 它可能是一个开口向上的 也可能是我们看下一张图 它也可能是开口向下的 像这种情况的话呢 就是这两种状况 不是开口向上 就是开口向下 那么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一元二次方程式 它是有可能会有三种状况 那么我们再往下看 现在的话呢 我们以顶点来看 如果说我们这个地方拿掉 不要等于0的话呢 这个是一个抛物线 那么抛物线的话呢 各位同学 我们知道它的顶点坐标是 2a分之负b 4a分之4ac减b平方 这是它的顶点的坐标哦 那么我们要解释的是什么呢 是解释的是说 这个抛物线跟这个x轴 如果说它是有焦点 代表的是它的根 也就是说有焦点 就代表有根 如果焦了一点焦了两个 那代表是两个根 所以它最多也只有两个根 也有可能刚好相切 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状况 恰有一时根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这个抛物线 它的顶点刚好落在上面 那么我们来介绍一下 刚刚那个顶点的话呢 是2a分之负b 它这个是x坐标 4a分之4ac减b平方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这个的话呢 代表的是y 它的顶点的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y等于0 也就是什么呢 各位同学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我们b平方减4ac 我们称为判别式 如果说它是等于0 代表它刚刚好 只有一个时根 也就是所谓的重根 那么我们再看看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的话呢 比较常见的 就是说它是有两个焦点 两个焦点的话呢 是什么意思呢 是代表的是 它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b平方减4ac 4a分之4ac减b平方的话呢 它是在下面的 y是小于0的 这个是小于0 这个是上开 a是大于0 所以的话呢 b平方减4ac怎么样呢 这个情况的话呢 是正的 只要是判别式是正的 代表它有两个根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另外一种情况的话呢 是它没有根 没有根代表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这个顶点坐标啊 是正的 它根本就没有根 它x轴之上就对了 它的话呢 y是永远是正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这里是永远是正的 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b平方 也就是4ac减b平方 是小于0的 b平方减4ac 是小于0 也就是所谓的判别式 比0还小 那么它就完全没有10根 它的图形就跟x轴没有焦点